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票 大家好 我是洪高 在今天的这些台北股市的表现 你觉得怎么样 投资票 在昨天晚上的美国四大指数呢 算是一个偏多上涨的一个格局 好那在这个收盘的这个位置 那当然是在这个历史新高的附近的这边缘 在今天亚洲主要股市 开盘稍微的这个不同掉 那在日本的股市呢 最后收盘是小跌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南韩股市呢 算是一个大涨的走势 那在这香港恒生指数呢 表现好像也还不错 那台北股市呢 今天是怎样 开了一个高盘成交量 开盘量跟昨天差不多 381的这个开盘量 开出来就代表是什么 成交量是持续的这个萎缩的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在先前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接下来大盘要上涨 就必须要怎样 扩量上涨 必须成交量要再放大 偏偏我们台北股市 往上攻高的这时间点 成交量是怎样 往下递减的 那对于这个行情到底要怎么看 接下来应该要特别的保守 还是稍微的保守 还是怎样 勇敢的逢低加码 投资长待会我会告诉你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走势呢 长成这个样子 长成这个样子 在今天旁边的表现 在今天旁边的表现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在这一个平面媒体 我们直接看一下 东南亚航线运费也标天价 今年这个什么 得什么 自己念一下 我就不管了好不好 反正他就是预测嘛 今年货柜航商怎样 获利估暴增三倍 这两个新闻讯息 非常非常的迷人 对不对 但是请你看清楚 对照一下 今天的这一个 这个什么 航运股 按错了 OK 今天这个航运股 今天这个航运股的表现 自己看一下 感觉怎么样 跟这个平面媒体 这个讯息 有没有这样 很像正相 正相关 有没有很像 很像很不错的样子 感觉上 消息 听起来很不错有没有 结果股价表现的中规中矩 没有太坏的走势 也没有太好的走势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再让你看一次 长龙海运 新兴育民 荣运 嘉宇大龙 这是货运 那这个阳明海运 这个华航 自信 中航 中贵 万海 台航 长龙航空 亚航 投资朋友 看清楚了吗 看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对照这两个新闻讯息 你觉得今天 航运股的表现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没关系 就是叫做还可以就好了 好了 但是呢 如果你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 它怎样 长龙海运上涨了1.7% 万海呢 上涨的这涨幅也是1.7% 那这个阳明海运 上涨的幅度是2.3% 请你记清楚 这三个数字 1.7 1.7 2.3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叫做什么 世界 这叫做世界先进 它说 下半年还有涨价的空间 那这地方是什么 环球金的这个Q2 获利近40亿 史上最赚 这两间公司 今天的股价的表现 请你再看一下 跟 航运股哪里不一样 5347的这个 世界先进的股价是 今天是直接跳空 锁涨停的 那它的股价 它的股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那已经沉寂了一些 要涨不涨 要跌不跌 它算是一个大区间的一个波动 那这间公司的股价 那我们先前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当然是持续的看好 好 那在所中 这个你到底有没有世界先进的股票 今天 就 怎样 感觉就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如果所中没有世界先进股票 那就算了 对不对 那就看看就好了 那如果有呢 当然是非常的开心 好那另外一支股票叫做 688的环球金 今天的股价呢 是上涨了3.2% 大涨了这个28块 你自己再来对照一下 自己再来对照一下 刚刚的这 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万海海运的这股价 投资票 1.7 1.7 跟多少 2.3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这个地方世界先进 工上涨停 环球金上涨了3.2%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什么 市场一样有利多消息在海运股身上 过去只要有怎样 利多就怎样 强攻攻攻攻 盘中就 让你这样赚到爽 一买就赚 而且是大赚 有没有 就是他一定要先上去涨停 好那会不会锁涨停 再来讲 对不对 但是你这样 自己回想一下 最近的海运股放的利多 对于海运股本身的这个股价刺激 到底是怎么样 好有没有利多好像要出进的感觉 有没有 好那这利多好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有没有感觉这股价好像有什么 要涨不涨又涨 怎样 要跌不跌 涨好像又涨不动 投资朋友 好好的思考一下 在这个市场上 这一个地方 这个股市是连续下缩的 这个这个量缩的这个情况 对于这利多的消息 在航运股的身上 在电子股的身上 都已经出现不同调的这个情况 而过去我一直告诉大家 你必须要怎样 逢高卖出你的海运股 航运股 那时候的股价在7月初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当时的海运股 我告诉你好光景不多了 7月6号 7月7号 7月8号 投资票这三个交易日 最重要的三个交易日 你如果听我的话 你可以把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万海海运卖在 怎样 相对的高点 都可以卖的非常的漂亮 那这时间点 我也告诉大家 五穷六绝7上吊 它是一个电子景气的谷底 它是一个电子景气旺季的起点 你要赚钱 就必须怎样 把一些海运股的资金测来买电子股才对 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到8月初了 投资票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你发现了什么 你发现了台北股市还是在涨历史新高的边缘附近 国际股市 美国股市也是在历史新高的边缘附近 虽然台北股市比较弱了一点 但是怎样 海运股有没有曾经大涨冲高过 有哦 可是偏偏时间点在过去的两三个月回归到现在 投资票 你手中的股票竟然是怎样 大赔 我再讲一次 美国股市在历史新高的边缘 台北股市供额创新高 虽然压回了超过千点 但是它有没有反弹 有反弹哦 在这过去的一个月 海运股再创历史新高的这样 同时这样冲高急涨 你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有赚钱的机会 你有没有赚大钱的机会 也有 但是做到最后 偏偏答案叫做赔钱 而且是大赔 投资票你情何以堪 好那所以我再讲一次 过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请你离开海运股 请你要懂得见好就说 请你要怎样 懂得上车就要懂得下车 好光景不多了 这句话我已经讲得一再 一讲再讲 已经苦口婆心了 好有人怪我 说老师你把海运股喊下来了 你把海运股这样看虽看下来了 好投资老师那你怎么不相反的说 我是提醒你可以卖在相对的高点 你可以顺利的大赚然后出场 你把海运股上升 资金转进来我们要做的电子股 今天世界先进的涨停 今天黄球晶的这个上涨 你肯定也会这样 有一点点买气啊 联电的股价在最近走强 你也是有一点点买进的这个赚钱的机会不是吗 好联发科的股价稍微的震荡波动了 你应该也有这样机会怎样赚到钱啊 群创跟友达呢也是一样不是吗 好那群创友达的故事我就不多讲了 在这个25块26块附近你有来问我的 投资朋友我说过了 20块以下的友达是一个买点 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对我的会员朋友说 我们要买要买到19块以下 投资朋友他没有来到19块以下 股价就开始上涨了 但是投资朋友请你一定要记得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如果你不知道 那请你要懂得见好就说好不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个大陆官媒批什么 网游是一个精神鸦片 腾讯等游戏股全趴 投资朋友如果你现在手上不是有海运股 而是有这样是有这一个游戏软体股的 过去的星象大涨了 过去的雨菌大涨了 过去什么什么不管总而言之 游戏股在中国大陆有大量投资的 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多这个很多游戏的推展的 我请你请你这样通通都要小心留意 因为这是大陆官媒 这大陆官媒 官媒这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 他们主动批评网游是精神鸦片 请你自己好好地思考一下 那如果有游戏股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怎么做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国际股市的走势 那这上海中的指数今天算是一个大涨收高的一个行情 那这个南昂股市也是一个大涨收高的一个行情 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是稍微反弹的上涨了291点 日经指数今天是这样涨跌不同调 这下跌的这个走势 最后收盘也是这样下错的这个57点 那这个下跌不能讲下错 好那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 在这个走势上面呢 当然是有点这样偏空震荡之后再拉抬 这个震荡走高收高的一个行情 那以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走势 相对的这震荡的幅度 比纳斯达克 比道琼 比S&P500指数都还要大 好那这时间点台北股市的走势就有点闷了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这极短线上面的线路 当然对多方还是有一点点力 当然是还有一点点力 那为什么会有一点力 第一个这多方动能在日K线上面的这个强度 跟昨天是怎样持平的 那这周K线上面的这个空方动能的强度 比这个昨天减少的幅度更多了 那约K线也是一样 对照这个台北股市的走势来看的话呢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今天我们盘中趋势分析影音上面就讲得很清楚 在这11点之后 在这11点之后的这股价就非常重要了 那这地方如果会怎样持续的走高收高收红 那这地方当然明天多头还是这样有表态的机会 相反的如果在11点之后的走势 它是这样往下回落甚至油红翻黑 这样子空方会再度取得发球权 那么明天的早盘 那台北股市肯定要再受到空方一片的洗礼 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今天盘中就知道 这收盘的结果接下来会怎么样 那以这收盘之前的角度 之前的角度 我跟大家讲 我在尾盘的时间点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 稍微的调整一些持股 买进了一档股票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一档股票到底是哪一档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总而言之 看盘交易 投资票你自己要懂得行情的变化 你自己要懂得国际股市的影响 对台北股市到底是有多大多小 那现阶段台北股市是怎样 你自己来看一下这个线路 这线路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怎样 量缩这样连续三根红K线 如果我们第一天用这个习售来解读 第二天当然不能用习售来解读 第三天照道理来讲 这两天之内 今天跟明天之内 要出现一个震荡的走势 但是在今天却没有这样 杀下去之后 感觉就杀不下去对不对 感觉好像卖压 获利卖压这样 没有这么的强大 所以最后还是收了一个红K 所以我们在这尾盘买了一档股票 而这一档股票 当然股价先入也是不错的 好 那这说说说连三说 这连续三天低于了均量潮 那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样 请大家自己要留意一下 第一个 短线上面多头还是怎样 有机会要表态 这是确定的 这是确定的 但是这中长线的角度 以周K线的角度 跟月K线的角度而言 它还是怎样 有偏空的一个趋势 这趋势并没有改变 所以这大盘要供高 它肯定还是会有这样 遇到压力的状况 而这遇到压力就必须要这样 用大量来换手 用大量来冲过去 如果接下来这成交量还是怎样 供高 成交量还是迟迟的不出来 那我会告诉大家 你随时都要懂得 怎样 还是要调整 调整持股 调节持股 调整 调节 如果你不懂 头顶上Lite QR Code 随时可以扫描 你手上的股票应该要怎么调整 哪些股票应该要调节卖出 你不懂的就来问 Lite QR Code随时都可以扫描 就可以来询问了 YouTube影片下方 也有财经护城额 这个网址链 你可以怎样点选 就可以来怎样询问了 那这是以这个短线上面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以这个周K线上面的角度 刚刚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它还是一个偏空的趋势 那以月K线的角度也是一样 在这地方 量价的结构 对于周K线 对于月K线而言 它真的是一个麻烦 麻烦 这发音标准一点 麻烦 未来我们操作肯定会怎样 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那这问题会出现在 那这问题会出现在 可能会突发的一个利空消息 引爆 那这引爆出来的这利空 那我个人认为 还是美国举债上限的问题 会比较大一点 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地方 这个对于美国股市接下来的行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稻穹好了 对于这美国稻穹工业指数的走势 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非常非常重要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在这创历史新高的边缘 这是周K线 这是这K线 在历史新高的边缘 它有没有想要下跌 有没有想要下跌 感觉上昨天这一根红K线 比如下影线穿出去 就觉得这样很不错 对不对 没有错 但是它有没有完全确认 它不跌了 没有哦 我会告诉大家 稻穹工业指数即便 这股价感觉上昨天晚上收高收的很漂亮 但是整体的股价线路 它还没有这样完全确定说 它不会往下跌 这请你一定要记住 所以未来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讯息出现 来影响行情 请你一定要记清楚 另外一个是在这个YK线上面 背离墙涨过高创高的迈讯 它还是持续的哦 除非在这个月 它再喷出大涨 再摔一根漂亮的中长 我指的是月K线哦 月K线再摔一根漂亮的中长 那这样空单肯定会被嘎 但是如果没有呢 如果没有呢 那未来接下来就是麻烦 好不好 这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好了对于这个台北股市 跟这国际股市的这变化而言呢 在今天这个盘面上面 现阶段的这股市呢 当然还是有一些变化了 你自己再看一下 群创说什么 上季即增 怎样85%新高 那今天群创的这个股价就怎样 工上涨停了 那今天这个OK 这友达的股价也是抢涨 今天彩晶的股价也是跟在屁股后面抢涨了 这三支面板股都抢涨了 投资朋友 这是电子股上面 有利多消息就反映了 刚刚我们已经跟他讲了 环球经的故事 刚刚我们已经跟他讲了 世界先进的故事 对照你所中的海运股 一样有利多 一样是怎样 看起来很不错的利多 很不错的利多 结果海运股的怎样 反映闷闷不乐 对照过去 一段时间海运股的利多 反映就不一样了 你自己要有感觉 自己要感觉 好不好 好那在这时间点 今天是8月4号 接下来在下礼拜 接下来进入什么 法说会 这法说会有很多间公司要开法说会 其中最瞩目的一档 最受我们这样喜爱的一档 当然就是红海的这一个法说会 而在昨天的节目 我已经公开的告诉大家 请问你 红海到底有什么好的 相反的 请问你 红海到底有什么不好的 好这两个问题 一样是问题 但是 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啦 红海到底有什么好的 电动车啊 iPhone啊 对不对 好公司这样积极这样 积极营营的这样 往半导体事业发展啊 好这毛利率要怎样 开始从产品线开始怎样 由低毛利率到高毛利率的这个产品 那这毛利率就会怎样 平均值就会拉到 刘洋伟董事长所说的 这拉高到7%有没有 营收再增加 这上半年这营收还增加 30%左右这个营收 到下半年可不会跳高 获利肯定就跳高啊 对红海这个基本面 产业面的角度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 赞 但是股价就是不表态 好了股价不表态啊 我归咎于它是一个政治面的一个问题 这政治面的问题 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次的法说会 大家就开始会询问 BNT疫苗购买的怎么样啊 买的怎么样啊 接下来会怎么样 请你不要忘记 那我直接就告诉你 不管是台积电 不管是鸿海 这两间公司买的这1000万剂的疫苗 这BNT 我会告诉你 先从科学园区开始施打 科学园区的工程师开始施打 这打完才会开始再分出来 那分出来呢 当然这个我们政府呢 比较偏向也是要让朝向这个年纪比较轻的 这年轻人的身上开始施打 所以 所以 再加上这个佛光商的500万剂进来之后呢 那这总共 这年轻人应该都可以打 打片 都可以打完了 好那总而言之 这鸿海的法说会当然是重点啊 而对鸿海这间公司的这一个法说会之前 你可以看到 他跟他合作的这个Sterentis 这一个地方是欧洲的第四 全球第四大车厂 这个车集团 汽车集团 好那所公布的财务报表 感觉还算不错哦 感觉还算不错 所以鸿海在 我说过了 鸿海的这电动车未来市场 在中国大陆已经取得了 在美国也已经取得了 在欧洲也取得了 在东南亚还是有这样出口 好同志们 你自己要思考一下 Tesla在美国做到 政府不补助 他就快垮掉了 好政府说 美国政府说我不补助给你了 他就怎样 才移到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上海设厂 是中国大陆官方这样 极力support 好这补助金额比美国更多 才让怎样 这个Tesla站起来 一飞从天 好同志们 如果Tesla没有任何的补助 你觉得他今天会怎样吗 我会告诉你会很惨 会很惨 好相反的 鸿海不仅仅在美国已经找到出口了 在欧洲 在中国大陆 在东南亚全部都有 好这是过去Tesla做不到的事情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什么 好在电子电机电控 这三个领域之内 鸿海的这一个MIH联盟 肯定都有这样优秀的成员 可以这样掌控 那未来的电动车 那我就不用多讲了 鸿海的未来 当然是前景 怎样持续看好的 对于鸿海最近的股价的表现呢 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叫做中规中矩 那除全4块加上去之后呢 这112块的这收盘价 当然是在这个压力的附近 再涨上去 我讲过了121.5 只要涨上去 这肯定 就会是一个非买不可的这个位置 请你自己要好好的想一下 你应该怎么操作 好对鸿海集团的股票来讲呢 这地方有台阳跟政达 那鸿海集团的股价 到底能不能期待 答案叫做当然可以期待 台阳到底有什么好的 好这网通 这个什么卫星 这个网通 这基本上 这想象力很空间蛮大的 而台阳的股价上涨 连带着他的这个 转投资的这个 拥有台阳这个 这个持股的建汉 当然也会怎样 跟着走高 那政达呢 政达当然是跟着车用的电子 这个我们应该讲说 应该讲算是 车用零组件的这个概念股 好那他最近已经打入的鞭搭 B&W的这个供应链 这一打入 这是长期的订单 过去政达的这个财务报表 全部都是怎样 亏损的 那当他打入这车 B&W的供应链之后 未来会不会出现 转亏为允的情况 未来会不会朝向这个怎样 成长的阶段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 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 而广宇 广宇最近的股价 当然也是这样 稍微的震荡一下 有一招没一招的 但是基本上他的股价一动 就会一直动 那不动就会怎样沉浅 那是他的股性 另外一间 这间公司叫做乙胜KY 投资朋友 这间公司 当然是怎样 春江水暖压先知 我再讲一次 乙胜KY 是鸿海集团里面最重要的模具厂 什么叫做模具 投资朋友 你自己回去想一下 什么叫做模具 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 这个行业的 你就会听得懂 不管是电子业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行业 都一样 连食品业都要有模 台语叫做模 模子 那塑胶模具跟这些什么 金属模具又不一样 投资朋友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 这是鸿海最重要的模具厂 做产品之前一定都要有什么 模具 那如果乙胜KY的股价 会先涨先动 那代表是未来鸿海会怎样 大发力士 所以乙胜KY的这一个股价 那你自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未来会怎么样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半导体领域上面的这间公司 叫做华泰 它是属 IC封装测试 U边这间叫做日月光头控 这两间公司 一间叫做龙头 一间是过去没有人要的 IC封装厂 现在股价强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2329的这个华泰 在过去它是没有人要的一间公司 它的股价已经沉浅了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在2014年因为股市开始怎样 走多头它落后补涨 然后再开始怎样整理下沙 在这个个位数附近 这个10块左右的附近盘整一段时间 在现阶段又开始怎样 有点落后补涨 一涨就一飞从天 投资票 这代表是什么 半导体火辣辣 半导体怎样 从上面的IP IC设计到金元代工再到什么 投资票你自己思考一下好不好 当然下方下游就叫做这个IC封装测试 这中间的过程我们都不用讲了 现阶段的IC封装的这个股价 你可以看一下371的这个日月光头控 它的股价它的股价是在去年的年底 开始往上飙高的 那台积电的股价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飙高 在去年的年中左右就开始这样飙高了 好那联电的股价在怎样 也是在去年的年中左右就开始飙高了 换句话说IC金元代工上涨之后 怎样半导体现在在涨 那半导体 封装测试现在在涨 封装测试现在涨到底是 落后补涨还是最后一半 好同时这两个逻辑不一样 这两个逻辑不一样 另外一个是什么 IC封装测试涨到一个程度之后 金元代工会不会再抢涨 好这次你就要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我直接送给你 今天的世界先进上涨 好肯定是有故事的 肯定是有故事 而这故事可以这样急剧的扩大 也可以这样缩小 好如果极具扩大的话 你会看到眼睛看得比较远一点 叫做第三代的半导体都拉进来了 好这红杰科啊这夹金啊什么都拉进来了 好如果你眼光放小一点 那就是金元代工 那你眼睛就只能看到台积电看到联电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相反的好在这世界上面 当然还是有人告诉你什么 好现在这缺料缺的钥匙 这缺料缺的钥匙 那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会告诉大家 上游的半导体产业 好在缺料上面是怎样 重中之重 你现在想要买进股票 趁股市下跌 当然是要首选半导体产业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什么 电动车的趋势 再过来就是什么 全球暖化的这个现象 当然是什么 绿电绿能这一块 好这排序一定是这样子排 那在半导体上面呢 那锡金元肯定是怎样 也是重中之重 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现在我们只会告诉大家 IC半导体的封装测市场 现在股价强涨了 是最后一半吗 你觉得呢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不好 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那这张图呢 那左边这叫做太极 右边这叫做帽迪 太极的股价 那最近在强涨的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那这股价在这个帽迪上面的表现呢 就有点怎样 这个好像有点闷闷不乐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OK 49 不好意思 4934的这一个太极股价怎样 我们昨天已经告诉大家 它连续两天上涨 今天是拉出第三根 红K线 那这个帽迪的股价呢 是稍微的震荡之后再拉起来 而对于这财务报表 我们昨天看不到嘛 对不对 今天应该没有问题了 对没错 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对不对 去年是赚0.31元 今年第一季是怎样 亏了这个0.07元 这是帽迪哦 你看一下 4934的这个太极 去年是赚0.01元 今年是亏了0.53元 感觉上就帽迪比较好啊 对不对 但是在股价上面 太极的股价是36块 帽迪的股价是什么 33.9 好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先前告诉大家 大产品 这个大尺寸的这个太阳能 这个电池 这个在这第四季 帽迪就要这样 公开始这样 公营收了 出货就营收就进来 另外一个是什么 它的这太阳能的电池转温效率 是高达21%以上 是全世界第一名 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在这个帽迪跟太极的股价上面 你自己要特别留意一下 如果太极的股价可以上涨 帽迪平手不行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从财务报表 从产品线来看 帽迪怎么会输太极 你自己思考一下 好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海运vs绿电电池能源 这张图看到 我就讲了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值钱 过去这个朔和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在7月29号 我们的战神会员就这样 在231加ROD全数 获利卖光 一张大赚4万了 两张是8万4 五张就是21万 同志没有 这一档朔和 7月29号 我就是卖在最高点的这一天 就是卖在最高点这一天 虽然我不是卖在最高点 但是我是卖在最高点的那一天 现阶段的这个朔和的股价 你自己看一下 又按错了 看一下 朔和的股价今天收盘是什么 212.5 我再讲一次 我卖的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买的漂亮 卖的是这一天 7月29号 好你自己再看一下call信好不好 看一下 来 看一下 这是不是7月29号 2月2021年7月29 时间是9点37分 同志没有 想要赚钱 就请你这样跟着我一起赚 这张图价值怎样 廉层啊 你错过了 接下来 朔和的股价到底 能不能再买回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再买回来 投资官你想要赚 就请你来跟着我赚 现阶段 父亲节我们公司有特别优惠的专案 清代会员 投资官我说过了 已经有人来询问了 抢占名额请你动作快 就只有三名 就只有三名 这特别优惠 好你错过了 以后就没有了 绝对不会有这么优惠的这个专案 那我再讲一次 为什么要这样子优惠 因为有人跟我说 老师 我所中的海运股 跌跌不休 我已经赔了几百万 我的汇费想要压低一点 好 老实际上 基本上公司是不吃这一套 但是 投雇公司就是 碰到节日就会有优惠啊 那现阶段 我就直接告诉你 先前你来找我的时候 公司不会给你优惠 现在八八 有没有 父亲节你来找我 赶快 公司肯定会 你想要怎样 有优惠 公司就给你这优惠 清贷 清贷会员 马上就有优惠了 所以你自己要怎样 赶快来锁定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 老师 我资金不多 可不可以参加清贷会员 老实际上也有人这样子问 那这对关于这个问题 我只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 这个时间点 你只要负担得起 就可以 就可以 那当然 你这个操作的过程上面 我会极力帮你 我会极力帮你赚钱 就这样子 当然在这个操作上面 这个时间点 每一个怎样 景区循环 跟股价的变化都不一样 那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变化 那这 这个获利在过去你就看到 战神会员的股票 交易的怎么样 当然我们财经会员 战利会员的这个股价 当然会怎样 比较锁定比较稳健 但是也是有这样 赚钱的时间点不是吗 连电有没有赚 国泰金有没有赚 台积电有没有赚 鸿海有没有赚 投资没有 都有赚啊 只不过操作的顺序 跟这一个 手法不太一样而已 那清贷会员 投资没有 自己好好的锁定一下 好不好 专人清贷 专人通知 OK 头顶上有Lite QR Code 你随时可以扫描来询问 YouTube下方影片 这边也有财经护城河的网址 怎样 你可以来填写 想要问股票的 就请你动作快 我再讲一次 最后的通牒 现在加入我的Lite 肯定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再不加 未来 未来我就会怎样 踢出另外一批名单 好吧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 讲到这地方 明天再见 拜拜